从现世间无太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地 情和意不忍舍弃 九云公布与空涌变幻器 春时渴望消耀手我路 他会起誓的剑墓 要逐我梦境令天震怒 代价太高 修行按刀上 无奈各配赴了哪不见立场 尽了千倍了恩义 几时男儿绝对未退让 从现世间无太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地 情和意不忍舍弃 凤眼旧梦化不准 一百年前在中原和蒙古 同时各自出现了一个 抗古绝金正天伟地的绝世高手 两大高手为求一血胜负 展开了高天蓋地的战 结果两败驱骂 传说当日他们比拼的招式 全部封印在一把宝剑里面 这一把就是举世文明的福与剑 福与剑多年来 成为天下武林争俗的捕物 为求称霸武林 不论正邪拼过你死我活 意图将福与剑据为己人 经过无数次施杀 这把绝世宝剑 最后就由与世无争的四位聖僧守护住 江湖才得到片刻平静 冒险 冒陨 冒险 15分钟 冒险 冒险 16分钟 是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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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French 焦仑 焦仑要見出來 我還可以放你這條生命 又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蒙古龍做印記 狼翻找 你是誰 後會有期 難道是摩斯旁班 重出江湖 每天做到沒停手 做…沒停手 總有日落的時候 甚麼聲音 田雞 就把幾隻抓回去 讓乾爹送燒酒 你怎麼樣 醒醒, 認醒我 醒醒, 救命…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醒醒, 認醒我 小兄弟, 幫我好好保護這把劍 你弄成這樣, 還見甚麼鬼 你起來吧, 我替你看大夫 這把劍是一把寶劍 保甚麼鬼 原來是殺人的, 寶劍有限 你把他收起來 有這麼晚收起來 不要讓他重熱覺 不要 行了…你起來吧 我甚麼都答應你 我替你看大夫, 快點 跪…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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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大哥 你看看你, 只顧幫人 幾乎連自己隨身肉虛的跌欄 我知道你們會幫我收拾 兩位 看來你們不像本地人 我們安慕過此地 今天是元宵 不如就留下跟我們一起吃一頓便飯吧 就算是我們, 謝謝兩位 謝謝… 怎麼樣? 為甚麼不跟村馬一起過節? 我知道你不喜歡熱鬧吧 我認識你不久了 你又知道我喜歡甚麼, 不喜歡甚麼 所以你要多說一些關於你的事 讓我知道 你要多說一些關於你的事 讓我知道就對了 為甚麼你是個隨身肉配? 我也不知道 我從小就帶著他 可能是爹娘的遺物吧 你爹娘過了身的, 甚麼時候的事 我真的不太清楚 不知為甚麼八歲之前的事 有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只知道自己是蒙古人 在蒙古生活那段時間 在可以大娘養大我 你有大娘養大, 已經很好了 我從小是一個孤兒 沒有一個我射我的人 你已經遇到一個我射你幾天 我把這個肉配交給你 去代表我的生命 你先收回我的肉配吧 讓我們了解多一點 才決定是否接受這個肉配 等一會兒 不要再跌了 這個香囊這麼精緻 就只有你送給我的定潮信品 你這麼多說, 拿回來 我是開玩笑的, 還給我 不用了 男士行, 北武當, 忠如武林 就以路交光為首 負責統領八派, 穩定天下 少林就在這裡 這裡是長八派, 西靈派 這邊呢, 就雲道骨 師姐, 你好本事 知道江湖上這麼多東西 我也是從典籍書冊學回來的 熟讀江湖典故 可以加深對武林的認識 取前人之長, 補過人之不足 師姐, 那這個地方 又是甚麼地方 這裡是摩斯宮 擾人出沒的地方, 空險之地 參見師父 師父... 慈寒靜齋雖然是修道練武之地 但是, 源泉沒練, 群雄並起 已經背負了康復名失的重任 這麼多年來 大明江山總算是風平浪靜 只不過, 維師知道蒙古的漁業 一直圖謀復平 五年前, 我派你們師姐 去查探摩斯旁班的下落 很可惜, 她一向不返, 陰信全無 維師真的很擔心她 夢瑤, 維師想你下山 希望你帶師姐回來才能 夢瑤遵命 夢瑤一定不會辜負師父所託 夢瑤, 走 走 走… 抓人 是 走… 阿哥,阿哥,阿哥 廟魂 阿哥 郭大哥 廟魂 師姐的香囊怎麼會在這裡呢 怎麼那個香囊會在這裡呢 我… 見不見有人經過 難道師姐有危險嗎 你不要跟著我 我只是想… 究竟跟師姐有什麼關係呢 你剛才不是走在我前面嗎 我想這個樹樓是一個圍攻 你冷靜點吧 你明知道這是迷宮 你亂走是不能出去的 我朋友被山羊抓走了 現在危在彈情 你叫我怎麼冷靜呢 所謂關心側亂 你越急就越找不到出口 到時不單止連朋友也救不到 連你也會困在迷宮裡面 隨意玩 為什麼 不要問那麼多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在這裡正在指南針 指南針 指南針 有了他 應該可以逃出你的工具 光大哥 ¿ 攻勿 強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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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楓恆你對冰雲 果然是一往情深 師姐 我陪你走 這支箭如果死在我身上 我已經沒命了 你放心 我不會被你受傷害的 你真傻, 連命都不要你救我 你說過要守得起考驗才是真感情 如果我真是為了你而死 你會不會一輩子都記住我 別再說了 相識這麼久以來 你是這一刻最緊張我 其實我不值得你對我這麼好 值不值得是由我去決定 我失去一個人的命運 不到自己決定 不要擔心我了, 沒事了 這句話應該是我說的 對了, 那位姑娘叫你做蝕姐 她到底是甚麼人 你想知道我是甚麼人 我想了解你多一點 我本來是慈航正齋的人 那位姑娘是我師妹 你怎麼從來都沒聽你提過 我已經脫離師門 我想過那些平凡的生活 不喜歡江毫殺陸 可惜一日為師, 終身為師 我背叛師門 師父未必會放過我 你放心, 在我心目中 無論是明門正派 還是邪魔外道 只要傷害你 我風向也不會放過他們 風大哥 不, 作詞 我不以為師父 我愛你 宗主, 伏羽劍本來可以隨手所得 但想不到半路中途 竟然殺出過狼藩蚊 這次我們摩斯宮重出江湖 看來狼藩蚊會是最大的障礙 尚欠一層, 中主就可以 連成杜森中魔 到時十個浪番蚊 都不是中主你對手 這次我們捲土重來 為的是民族大業 除了杜森中魔 我一定要奪取福元旗 因為這把 是我們蒙古的王子之劍 能不能夠振興我們大蒙 就要靠這把劍和風行鍊 風行鍊雖然是我們王族的後禮 但是他現在 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宗主, 你真的認為他 將來會使我們重奪江山? 他是一隻沉醉的獅子 當他知道自己是王子的身份 所以我們大蒙馮奉璧就只人可待 王爺, 王爺, 你來得正好 會王的茶餘這位剛剛大豐收 你一定要嘗試這逼羅春 韓總管, 拿些果子給朗答作茶 是, 王爺 朗答 走… 王爺請 走… 上次浪卯來造訪 王爺正在研究釀酒 想不到這次又改變了口味 行運野學, 多樣嗜好, 只容易過 行運野學 我看王爺是人行心不閒 就看王爺這幫事 王爺, 個個身手表現, 精俗靈異 雖然只是粗谷 但是依然鬥之惡弱, 絕不孽孤 要不然有一位英明的主子 又怎會有這樣的軍事 王爺還記得在二十年前 有個摩斯叫龐班 紅古第一沒事? 我懷疑他重出江湖 而他的武功比二十年前 一條增長不少 想當年龐班帶領摩斯公 力拼我名失大軍 令我軍陷入苦戰 後來全浪大俠和慈航正在相助 才可以將你擊退 他還想奪取福禦劍 幸好我及時趕到, 阻止了他 如今福禦劍呢? 四個聖僧, 三個備賞 只剩下一個拿著一把福禦劍下落筆 福禦劍是蒙古王者之劍 如果被彭埔拿到手 我大明江山就會急急可靠 不停手, 終有吃飯的時候 乾爹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我穿著總管袍, 你就要叫我總管? 總管, 乾爹好 乾爹, 乾爹, 為何你今天這麼快 砍了一把的柴柴回來? 是呀, 乾爹 我今天有人送一把劍給我 很厲害 傻子, 送給你的也不妨是好東西 糟了, 真的很厲害, 你看 對了…不要說太多了 先把柴柴推進廚房吧 好 你整天氣著小丫, 狗膽你別跑 你會被我砍死你 你真的不走嗎?好 王大俠, 我沒心的 我只是貪玩而已, 我馬上去找回去 等一等 王大俠, 求求你, 不要告訴別人 你告訴不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我收拾包服沒所謂 但是我乾爹年紀又大了 很難找到那份工作的 我求求你啊… 不行, 這件事一定會稟告 全天下人都在找了這把福語劍 原來他在一個不少武功的 小兄弟手上 這不是傳說中的劍氣嗎 如果有人能夠解開 劍中的武功備及 就可以清白武龍 韓伯, 你竟然得劍的機遇 證明你有原因 可是這把劍事關重大 本王只是恐怕 非你一人之力能夠保護他 阿伯, 所謂寶劍贈英雄 不如把劍送給皇爺吧 韓總管, 本來並不是這個意思 大師說過這把劍是殺人之氣 就是不祥之物 不可以亂送給人的 你又不懂武功 要把劍來幹甚麼 這位小兄弟, 可不可以聽在下一意 浪達說的話, 我一定會聽的 大師說得沒錯 如果把這把福爾劍收起來 的確可以避免很多分疾 但是積極地想 如果我們利用這把福爾劍 去對付奸邪之伴 豈不是有意思 那聽起來又有道理 如果這位小兄弟相信浪某的 就把這把福爾劍交給皇爺和我暫時保護 那... 你就算不相信本王 你也應該相信浪達吧 浪某可以向你保證 一定會進照大師生前的意願 不會令他失望 那好吧, 把劍交給你們 浪達叫韓柏交出福爾劍 我相信不只給本王寶館這麼簡單 浪達一定想到方法 對付這幫妖人 其實浪某想王爺以福爾劍 開個想劍大會 想劍大會? 她一直難用 她一直是妳的 什麼可能就是兵 我有一隻不信 老大, 你害怕呆 浪達, 就在附近的 好想走 加快, 那你覺得完了 幫我走 走吧 走在裡面 就是這個 到了 朗大俠, 那天大師就在這裡完食 他死了之後 我就找寶寶劍台做了一個墓碑 真是不好意思, 朗大俠 我連大師的法侯都不知道 所以隨便握著阿里陀佛 阿里陀佛, 很有意思 小兄弟, 你做得很對 大師捨身取義 羅某一定會秉成大師為元 以為大師在天之力 朗大俠, 王爺是不是真的要舉辦 那個賞劍大會 阿柏, 王爺畫了給你奉劍 你也不知道多生修到 好了, 別再多事了 我想問問而已, 乾爹 我不會再累了, 不要緊 小兄弟, 你一定是覺得我和王爺 違反了大師的意願 少許吧 不過這樣, 我把那把劍交給朗大俠 我就一定相信王爺和你的決定 你們一定有你們的原因 好多謝你相信王爺, 放心 朗大俠一定會給他交代 那你現在滿意了 滿意, 朗大俠說的話當然滿意 乾爹, 王爺是不是真的讓我奉劍 是呀 那我真的做得很好看 我去爹王爺是假的 韓他, 這個機會很難得 王爺他叫你去賞劍大會 不如我們去幫你 是呀, 這麼好的機會 我們倆也想見識一下 奉著福爾劍出去, 有護院保護 多威風 難怪請我喝茶吧 我只是奉劍, 你以為我決定了嗎 來這頓茶我喝你了, 再見 來… 冰雲, 你買完東西嗎 買完了 那回去吧 高大哥, 我想去那邊買點東西 好 冰雲 你不是想買絲巾嗎 是呀… 我來 是呀… 我來吧 下次快點走 是呀… 是呀… 我去賬上沒錢的大爺 你要命長呀, 給錢呀 來 對不起, 我沒心…對不起… 曹小子 風大哥, 他也是無心之失 不如你幫幫他吧 大哥, 住手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我認得你, 你抵住你... 阿達, 真是謝謝你 我叫韓帕, 還沒請教 風行臉 近兵雲 這位當然是你夫人 不要緊了...阿達, 你剛才幫了我 我請去喝茶 不用了 不行, 我的官爹教過我 我得人恩過千年紀 有飲必定的報價 風大哥, 他這麼有誠意 我有點口渴, 那就一起去吧 是呀... 那好吧 那走吧, 那麼有茶料 師父, 夢兒很幸運 讓我在摩斯宮巢穴附近 遇到師姐 兵雲他現在怎麼樣? 為什麼沒有跟他一起回來? 我遇到師姐的時候 他被那些妖人抓住 不知道用來祭神還是祭鬼 幸好有個少俠醒命相救 少俠? 那個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 不過照看應該是師姐的朋友 他為了救師姐 連命都不要, 還受傷了 當時的情況很危急 我想追的時候 那個少俠已經救走了師姐 然後我們又失去了聯絡 不過師父請放心 有個少俠照顧師姐應該安全的 照這麼說 兵雲已經離開了摩斯宮 那個傻女 為什麼一直沒有跟我們聯絡? 師姐可能因為 沒完成師父的任務 所以依然留在摩斯宮 留意他們一舉一動 所以才沒有跟我們聯絡 知道他平安無事, 我也會安心 師父, 不如我再下山去找師姐回來 好, 不過 為師姐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你去辦 師父請吩咐 燕王機緣巧合得到了福語劍 他開了一個賞劍大會 邀請武林同道 為師想你代表慈航正齋 去參加這個賞劍大會 師父, 你想徒兒見識一下寶劍嗎 不僅如此 浪大俠給了一封信為師 他說摩斯旁邊會再遇江湖 這次的賞劍大會必然另有元機 為師想你下山前去相助浪大俠 好好地保護著福語劍 不要讓他落在妖人之身 徒兒遵命 燕師太果然要事而實 是 霧瑤江湖經驗上淺 一切聽從浪大俠吩咐 保護福語劍為上 那好, 希望程姑娘能夠配合我們的部署 浪大俠 我們這次又多一位好幫忙 浪大俠 龍大俠 蘭大俠 我今天穿得怎麼樣?不會刺王爺架 先關門 好 福語劍 你先把這把劍藏起來 藏起來嗎? 不是要舉人那個賞劍大會被人欣賞的嗎 我和王爺只不過暫時保管這把劍 讓他不要重現江湖, 下去妖雲之手 這是大師的遺願, 我們不能讓他失望 這也對 那應該把劍藏在哪兒 你喜歡藏在哪兒, 就藏在哪兒 好 各位武林英傑 當四大神僧不幸如害 福語劍下落不明 本王機緣巧合得到這把福語劍 今天藏在這個賞劍大會 請各位掌門來共襄此事 王爺人風合骨, 是正道表表者 名劍佩憶雄, 福語劍由王爺所得 實至名歸 莊掌門太客氣了 其實本王沒想過要把福語劍拒為己有 只是不想保劍落奸邪之仇 今天有個派掌門來 是共襄保護福語劍, 對付摩斯旁班 旁班又再重新 感謝祥顧 旁班又墨 負ton太客氣了 謝謝 對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有事的, 真是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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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呢? 旁班只是想拜見王爺 難道王爺不歡迎? 不得無禮, 退下 王爺不愧是王爺 未知摩斯旁班大駕光臨 有何癡膠? 旁班知道, 王爺廣發英雄帖 邀請各大門派觀賞佛劍 旁班無緣收到英雄帖 但又很想一賭 這一把絕世神兵的風采 所以冒冒不請辭來 希望王爺見良 廢話, 福語劍近來所發生的事 難道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旁班是為了觀劍而來 絕無其他意圖 其他的事確實一概不知 既然摩斯有這樣的雅慶 本王亦會強人於千里 今天來到燕王府的 全都是本王的貴賓 就想大家稍時把江湖是非放下 一同賞劫 風大哥 小兄弟, 見到你就好了 我這件很重要的事 一定會提醒你 甚麼事 上次打理我的惡霸 叫了一群人出去找過我們 你千萬不要出來 不是吧 先進來… 你怎麼樣? 他們雖然人多 但我相信勉強要扶我 不, 你先讓他坐下吧 怕不是這麼好吧 怎麼會?我沒甚麼事做 你就當陪我吧 為甚麼你這麼空閒呢? 皇府不是有個賞劍大會嗎 是呀是, 不過也不關我的事了 又不用奉劍了 蛇絲棠班果然凌有所痛 你們不用床頭露尾 現身出來 這位姑娘果然有點小聰明 不過可惜, 並沒有自知之明 是嗎? 以皇府你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的嗎? 笑話, 伏羽劍是我們狼中之物 今天我一定要得到手 看看你有沒有這樣的本事 走 原來早有準備的 浪大俠神經妙算 早就猜到你們有陰謀 想搶一條福御劍 你們的奸計不會得請 乾爹王爺 有大匹神秘的亂黨抵襲武器庫 秦姑娘和盧教幫的兄弟 阻止他們 馬上爭派人手 協助秦姑娘緝難連黨 乾爹王爺 黃斌, 你好事多為 道長, 你何出此言 本座和大家一樣 都要等著上見 以王府生辨, 本座也有點擔心 今天會白走一堂 無緣一賭福御劍 打得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搶劍呢 那也很難怪有人有貪念的 一把這樣的絕世好劍 很多武林中人都想居為己有 那也是 可惜我沒有這樣的緣分 不然我也想一度為快 只要這把武劍 你真的想看看嗎 當然 那看看就好了 不然我們沒有盡力 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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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 駱大俠 秦姑娘, 情報如何 神秘亂黨搶奪福御劍 無功而還, 已經撤走 這真可惜 不能把亂黨一網成盡 知己知彼, 來日方長 說得有理, 來日方長 既然今天燕王府出了事 本座也不想在這裡打擾 他日最後機會的話 我會再到前來一睹福御劍 本王今天有行 能夠出到摩斯旁白的封場 實在難得 本座也不枉此行 唐某先行告辭 王爺, 駱大俠 駱怕在馬寇那裡被人打暈了 駱怕, 發生甚麼事 駱大俠, 我忘了把劍 駱大俠 駱大俠, 你為甚麼這麼糊塗 帶陌生人回王府 還要偷了一把福御劍 王爺, 是駱怕糊塗 是我一時看錯人 我以為他是好人才讓他進來 你告訴那本王 他到底是甚麼人, 叫甚麼名字 讓那本王撿拿去 拿回福御劍 阿柏, 為甚麼不出聲呢 快點告訴王爺 那個是誰 說得了, 說得出來他一定死定了 你不說就是你死定了 他救過我 我真的不能把我供出來 韓柏, 若然你真的不說 他是誰的 那本王就唯有把你收監 阿柏, 不要跟自己過不去了 快點說吧 韓柏, 你是不是以為 本王想獨吞那把寶劍 所以生安白做 說把寶劍被人偷了 但又說不出誰偷 當然不是, 王爺 我把把劍給你 就任由王爺你處置 我真的沒想過偷劍的 既然如此, 本王也沒辦法 人來 是 把韓柏暫時收監 待查明一切再作發落 王爺, 韓柏也是入世未深 才會被人騙 求王爺格外開恩 國有國法, 家有家愧 韓柏引賊入屋 令寶劍被毒, 本王不得不懲罰他 王爺 不用再說了, 出去 是 想不到我們這次 倒閉摩斯妖人 就殺出另一個 王爺, 如果照韓柏所言 福與劍應該不是 摩斯宮的人所奪 那究竟是誰呢? 為什麼他都要盜取寶劍 難道又為了劍中寶殿? 或者另有所討? 這把真是一百不可多得的寶劍 能夠有幸看到, 捉莫在神 真是不可思議 風大哥, 謝謝你 照你的公寶就行了 不過我真的有點對不起我的小兄弟 對不起, 還是我任性 想看一把寶劍 不要緊 總之明天我會物歸原住 始終是他人之物 明文, 我說過我為你做任何事 你無論有什麼願望 我也是為你達成 交給我 你不出聲, 我當然答應了 終主, 兵雲不負所託 演掌伏玉劍帶他回來 做得好 果然是一把絕世好劍 真想不到我們佈住了這麼多人 最後竟然被風行列這麼輕易得到 我真的不會看錯他 從現世間無刻無兵器 一發照伏與驚天地 情惡已不忍捨棄 浮雲公佈與洶湧便還喜 總是渴望逍遙我路 拔去氣勢的見途 要逐我夢境, 靈天震露 從現世間無刻無好兵器 一發照伏與驚天地 情惡已不忍捨棄 九雲公佈與洶湧便還喜 總是渴望燒, 要走我路 拔去氣勢的見譜 要逐我夢境, 靈天震露 代價太高 修興岸刀上 無愛國配負了, 哪不變立常 盡了千輩了恩義 幾師男兒絕對未退讓 從現世間無刻無好兵器 一發照伏與驚天地 情惡已不忍捨棄 紅眼舊夢化不准, 劍場未死 可 Ef, 在外面場寶寶 宗主, 兵雲不負所託 演出伏與劍帶回他們 做得好 果然是一把絕世好劍 真是想不到我們佈住了這麼多人 最後竟然被風行列 這麼輕易得到 我真的沒看錯他 在宗主心裡面 風行列始終是最重要 這支箭刺穿骨髓 可以為宗主指出風行列 對冰雲的寵愛 可謂生死 但是同時, 如果令冰雲不白刀 原來宗主可以親手殺死冰雲 冰雲, 你可以放心 我深信風行列一定會赤身救你 但是萬一, 萬一他沒有以身擋箭 冰雲必死無辜 你心外自己女人的人 一定會讓你有事 宗主真的不會被冰雲受傷 你現在不是沒事吧 你現在不是沒事吧 怎麼會這樣 伏羽劍劍氣 被封印在劍身之中 如果要發揮功效 必須要打開封印 有甚麼辦法可以打開封印呢 我所修煉的內功 跟伏羽劍並非同源 就算功力再高 也得不得其門而入 那怎麼辦 你是慈行政策的弟子 反而你可以一試 為甚麼 因為慈行政策是劍心通明 下憑耐力感應功力 作為修煉 練功法相近 可以堪破萬物之力 你是慈行政策的弟子 劍心通明 或許可以打開封印 好, 讓我嘗嘗 兵雲, 住手 宗主, 我還想在事 沒事, 你功力未夠 你這樣好意走火入魔 為了宗主, 兵雲背叛師門 早已踏上不歸之路 為了可以幫到宗主, 完成理想 兵雲就算死 也在所不惜, 無怨無悔 如果你真的為了我 你更加不可以這樣做 我絕對不可以讓你受傷 如果不可以打開封印的話 那把劍 豈不是形同虛切 不可以幫到宗主 清霸江湖, 早創大業 本作要做的事 並非一枝一枝可以達到 宗主, 你不需要心急 你才行大福御劍返回 以免風行列起義 大福行列打算明了一張福御劍 帶回燕王府 是拿不到一把劍去燕王府的 我會叫你赤尾 中途奪回寶劍 那我明白了 你才能回到風行列的身邊 繼續依計行事 是, 宗主 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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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醒了, 昨天睡得好嗎? Honey喝了酒, 真是睡得很好 剛才新見不到你, 我還怕你走了 傻瓜, 怎麼會這樣想? 快點洗臉吧 我不想嫁個髒的太極丈夫 你說什麼? 你昨天說過的話, 忘記了 你真的肯嫁給我嗎? 風大哥 我只是帶你去叫好師父 讓老人家幫我們徵婚 李師父? 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麗大學 麗玉海, 我最尊敬的人 我只是去換衣服 風大哥 那我們要不要還媽媽劍給人家? 當然了, 但是讓我們先見完師父 反正你這麼喜歡白劍 白劍是我定情信物, 我當然喜歡 你等我吧 我們的酒很漂亮, 最適合宴王府宴客 老闆 兩位你們慢慢看看 兩位客官想要什麼呢? 我想有兩層玉泉金龍 好呀, 請等一等 聽說不服御劍被人偷走了 如果抓不到那個賊 韓柏肯定要被人砍頭 好, 我偷了一把劍, 連女小兄弟 可不可以坐視不理 你們拿回一把劍在十里同間 我去救韓柏 要事要人, 還偷了一把劍 這就是他自己上床 死蠢… 你若不是死蠢, 也不會在這裡吃飯 你不用說那麼多話 待我出發之後, 一定抓他問清楚 如果我是他, 拿了那把劍還不走嗎 難道坐在這裡等你抓嗎 你盡他 死蠢 韓大哥 你怎麼在這裡 是我連罪 不好意思, 跟我走 去哪兒 總之離開這裡 不能走 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你給我跟王爺解釋吧 走 我…都說不能走 我不夠走 別走 走得很大件事 誰洗都不知道你放開我 你也想留在這裡等死嗎 是呀, 我走了還要死嗎 阿柏… 阿柏… 全場武器在網上, 小心阿柏 救我, 乾爹就是他偷劍的 你想怎麼樣 你不要亂來, 你不要傷到阿柏 阿柏 別亂來 救我 別動 別亂來 你不要傷到阿柏 韓總管, 發生甚麼事 那個人原來是偷劍賊 現在還抓了阿柏, 也不知道想怎麼樣 你想帶我去哪裡 你放手吧 不好意思, 韓兄弟 他們應該不會追你 你走吧 我走?我能去哪裡 你怎麼偷我的劍 無緣無故偷劍賊 你不要這樣說 那是呀 你跟我說想看劍 我給你看, 你不吃飯不只 還要弄暈我 把劍也拿走, 你說你 我沒有人不把劍給你 你肯給我 拿來 我本來打算拿給燕王 替你洗脫罪名 你不相信吧, 跟我來 我相信你一次 知道了 這麼貪心做甚麼 貪心是不好的嘛 又不是你的事拿來做甚麼 你這樣多一次一次, 還是要給我 你會煩的 當然是呀 你看歸看, 怎麼拿出去 現在搞得這麼快點 你喜歡怎麼說怎麼說 高大哥, 你回來了 兵雲 你的劍在這裡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拿把劍給金姑娘看 這麼難怪, 金姑娘這麼漂亮吧 老夫尊信門掌門 赤尊信見過幾位 尊信門? 在與江湖門派掃莫恩怨 未知赤前輩有何歸改 不用緊張 我只是想和大家做個交易 我想用這箱黃金珠寶 和大家換把福與劍 不行, 這把劍不能換 赤掌門出手這麼豪氣 不過是一代豪俠 可惜再多的金銀珠寶 這個韓伯小兄弟都視作無文 這個箱是老夫花了多年的心血 走遍大江南閥 搜集回來的奇兵而見 你們可以隨便解 都說不換我 赤掌門不必費心 就算你把全天下的寶物放在我們面前 我們也不會和你交回復與劍 我們走 慢著 老夫再問你們最後一句 換還是不換, 算能送你 好, 就讓老夫看看你們 有沒有本事拿走這把福與劍 我們走 行了 走 冰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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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快點拿回劍 冰雲 年輕人, 你身手不凡 可惜功力尚淺 他日必有所成 所謂寶劍配英雄, 有能者居之 我尊信門的大門永遠大開 你可以隨時來找我的 冰雲 福與劍絕對不能拿去七磚順手 絕對不能 冰雲, 你別這麼緊張把劍 小心自己身體 把劍是我的定情順物 對我來說很有意思 我不想他拿好殺的人手上 我明白 對我沒用, 讓赤尊信搶走一把劍 我們一定要拿回一把劍 福與劍已經不在我身上 你再跟著來也沒用 我知道, 但是... 你已經聽到赤尊信所說 有本事的話就自己去找他 你跟我從此之後再不要妥協 鳳大哥 大叔, 你別這麼說 鳳大哥 鳳大哥 冰雲, 你覺得怎麼樣? 幸好很多了 我去找點東西吃 你留在這裡很快回來 那你去聰會吧 看品中主, 福與劍為尊信門所奪 望中主能先一步奪回寶劍 師姐, 你到底在這裡幹什麼? 我找了你很久了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取得旁班信任 是師父吩咐的 所以一直不便與你相見 為什麼你會和聖風哥的少爺在一起? 為什麼你要偷福與劍? 我知道旁班要奪取福與劍 為防寶劍拿在魔教之手 我叫了方行列去偷 本來可以交給師父 大中途有變, 比赤尊信所奪 原來如此 我忍辱負重, 尊重師命 你不是不相信我吧? 師姐, 我和你一起長大 我怎麼會不相信你呢? 只不過, 福與劍關乎江湖的存亡 知事體大 師姐, 你真的應該通知師父 不應該擅自行動, 自作主張 你以為我不想嗎? 但如果被旁班發現 那就前功盡廢了 那現在赤尊信奪了寶劍 寶劍裡面有武功寶典, 怕不怕? 師妹, 你放心 天下間根本沒有人能夠 打開福與劍的秘密 就算把劍拿在赤尊信之手 也得文無所用 我要盡快拿一把劍給師父 師姐, 旁班詭計多端 你千萬要小心他 聖風那個少俠 都是算真誠情的人 可以靠得住 有他看著你, 我就放心 你不用擔心我的娘 風行列他隨時都會回來 你不宜久留 那你保重 保重 不宜久留一點 來, 帶點甚麼給你 別走 來, 來 乖了, 別吵了, 怎麼知道 是誰 我 何總管, 你怎麼會在這裡 這句話應該是我問你們 王府失事, 被人坐進大牢 你們一個一個不嚴格看守 竟然走來這裡偷懶 我... 還說還不快點走 是... 還不快點出來 真是你, 乾爹 你還不敢回來 你這次真的闖出個大禍了 關我的事, 乾爹 是那個風行年強行抓我走的 我甚麼都看見了 可是你要人相信你才行 現在王爺已經下令全城通緝你了 你還是快帶小黑走 有那麼遠走那麼遠, 暫時不要回來 我就是想騎小黑去那個專順門 替我分把劍 你一點功夫也不懂 就想踏足江湖 你是不是嚴命長 江湖事, 江湖解決 阿柏, 聽乾爹說 別管這麼多了, 跟我來 阿柏, 盡快想辦法出城 知道了, 乾爹 乾爹早知道你會回來 所以我給你預了銀子 你拿去用 不用了, 乾爹 我身上有銀子 我叫你拿著, 你又拿著 日後你要自己照顧自己 我會的 我不在, 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會很快拿把劍回來 你拿著 你拿著 走… 走… 走 甚麼事出城 我陪身份的妻子亂加 走 桂芳 走 你… 你剛才會說甚麼 沒有, 沒說話 叫甚麼名字 小黑 小黑 大臣, 走…快走 大臣草 收拾甚麼, 走 走… 走 姑娘 你相信你師姐說的話 風雨劍落在赤尊信手上 他們一定是找到一把劍 赤尊信是個武師 他對武功和兵任的奕衷 可以稱得上為天下第一 亦正亦正 不過我擔心的依然是浮白 萬一被他發現風雨劍的下落 他一定會帶人去尊信 為了爭取時間, 我們要分頭行事 諾大臣放心, 旁邊就交給我 我會想像辦法拖著他 那我又趕去尊信門 千萬取換風雨劍 那就有勞浪大俠 程姑娘, 你要小心 我再過你一次 我們之間再無拖無欠 你怎麼可能不要再跟著我們 你以為我想跟著你嗎 那我想去尊信門 你也要去尊信門 無論如何, 我也要拿回風雨劍 你的武功都不會 我怕你沒去尊信門 已經被人打死了 但我不是去尊信門 拿回風雨劍 我就不可以洗脫罪名 我就不可以回二王府見光爹 你連尊信門在哪裡都不知道 怎麼找 當然不是跟著你幹甚麼 那你慢慢跟著 阿官, 請問要甚麼 老闆, 我想問尊信門怎麼去的 你說那個地方來這裡很遠 出城還要走一段很遠的路才到 謝謝 不想死的話把錢都拿出來 我沒錢了 拿來... 真的沒錢, 別搶了 沒錢的... 你們幹甚麼?誰叫你們來的 這個臭小子, 你認為我搞不定嗎 氣死人了, 下次不要 是, 小姐 常常說是, 別像聽我說的 你沒事嗎? 沒事 剛才你救了我, 這些銀子拿去 不用了, 我不能要的 拿去吧 不用了, 我真的不能要的 對不起, 我先走了 終於到了 王爺哥哥, 我今天很累 王爺哥哥, 過來看看 今天的見面禮豐不豐富呢 全都是我親手足的 真的嗎? 你不信嗎?問問他吧 韓總管 馬上派去京城通知希張軍 小姐已經到了 是, 王爺 這次打算住多久呢? 當然越來越好 我真的不想再回京城了 經常被爹躲著, 玩武槍龍劍 一點都不像大家鬼壽和 不過將軍吩咐本王 要好看著你, 別讓他亂來 正所謂山高皇帝遠 他不理得這麼多了 但本王要向你爹有交代 王爺哥哥, 我知道你最疼的是我 你不會疼得我不開心的 好了…休息完之後, 我帶你去打烈 好, 這次有沒有禮物? 你猜猜 師我者莫弱王爺哥哥 這把營壁寶劍是西域的貢品 是世間絕無謹有寶劍 你說最痛小的是我的? 原來也不是, 小器鬼 爺月 你何出此言呢? 我想看的是福語劍 我知道在你那裡的 就算你不用送給我也不要緊 至少也讓我看看嘛 若然福語劍在本王手上 一定會讓你看 可是現在福語劍被人偷了 被人偷了?誰會這麼大膽 本王也不知道 王爺 兩位請 王爺 王爺 小姐 甚麼事 怎麼這麼面善 是那天在賊寶劍見到那兩個人 就是他們倆偷福語劍 真是想不到好味好馬原來是賊 我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去了哪裡 他們好像說去江南的 韓總官 馬上準備兵馬, 追緝逃犯 王爺 我求你放過那個韓帕 他真是全不知情 陰差陽錯, 才會變成逃犯 本王只有分數 馬上是本王準備 是, 王爺 王爺 徐大小姐 我怕真是無辜 我求你幫幫他 韓總官 我徐爺爺最喜歡抱大不平 主持公道 如果你剛兒子真是清白的話 我一定會替他討回公道 那請受小人一拜 不用客氣, 回來再說 爺爺呢 回王爺, 我們去找個小姐了 不過房裡沒有人 韓總官現在在幫我們找 風大哥, 吃不吃饅頭 你吃吧 喝口水 謝謝 你明知道他專上門都是徒勞無功 隨著他沒命 為甚麼還要跟著你 你不知道 我其實是一個孤兒 要不然韓總官收養我 我早就死了 冤王就是一個人等一個好主子 把劍就是我弄不見的 我一定又要找一把劍了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找一把劍 我就無法替他串罵罪名 你說是不是要找一把劍 你這個人也挺有勇氣 確實有勇無謀 他還說我 要不然你偷把劍 就不用這麼多事了 把劍我已經給你了 只是你有失過而已 無論如何, 我會找一把劍 你找一把劍沒用的 你要給我才行 你還信不信我 不是, 信你 一會兒就說 近姑娘想看, 拿給她看 我也是靠自己 放開我 馬上放開我 死賊 你知道我爹是誰嗎 我爹是朝廷一品大將軍虛弱無 你們今天有無禮的話 我要你們人頭落地 放開我 不關我的事… 我真的認得她 她是那個虛將軍的大小姐 那又如何 一個女孩這樣綁在這裡 會不會這麼好 那可能這裡有野獸出沒的 那吃了她怎麼辦 我不想在這裡 放開我 是呀…不如跟她說清楚 叫她不要跟著我們 放了就算了 那不如你留下來陪她 你不是真的抓住我嗎 怎麼搞的 放開我 只能去尊信門, 空險無比 我也不想你送死 我相信這位虛大小姐的侍蟲 很快會追到你 哥哥, 你在這裡等 兵雲 放開我 放開我 放開我們 留下手, 你招行就行吧 放開我們 卑鄙 總之這樣, 不管你說好話 弄得我都被人綁了 用不著你說, 死賊 偷見那個不是我 我知道 你是韓總公的乾兒子 你叫韓鵬 別多說了 快點想辦法解開繩子 那也要想的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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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吵 有了 小子 過來過來 幫我解釋 這裡…快點 先解釋 怎麼樣 對了…大一點… 快點 對了… 乖了 乖兒子 我趕快追他 你幫我回蓉王府說是無辜 知道嗎 要他一起去 要不然我不會說真相給蓮王聽 原來最卑鄙的是你 停 不得無禮 慈寒靜齊弟子秦夢瑤奉恩師之命 前來拜會摩斯大人 既然是奉了賢師太之命 好, 本座再接變秦姑娘 所以當年 這裡是我們蒙古人的天下 如今景物依然 但是仁念全非 正所謂輕舊必須 新舊交替乃是千古不變的定律 元朝已亡國多年 忠書又何必念念不忘, 僅僅於懷呢 師父最擔心的就是這件事 你師父好嗎 我也有二十年沒見過你師父 我非常佩服你師父 他的目光和胸襟是非比常日 當年我和你師父交手 如果他不是收下留情的話 看來今天我也不會坐在這裡 二十年 我花了整整二十年時間 才有今天的修圍, 重出江湖 照這樣說 摩斯大人重出江湖 已經再無故忌 想必有掀起江湖之爭, 直捲中土 到時摩斯公一定跟慈行靜齋為敵 宗主這麼敬重恩師 但是相信這些都是非中主所樂見 本座敬重師太, 你可以叫他放心 非最後關頭 我絕對不會傷害慈行靜齋的一草一木 不過如果摩斯大人不可以改變心念 與慈行靜齋刀印相見的日子 是避無可避, 指日可待 秦姑娘今天請我在這裡共飲 最重要的目的都是為了福如見 姑娘是有心左言本座, 前往尊遜 摩斯大人說得沒錯 如果讓大人拿到福如見 就會如虎添翼 到時要阻止大人為禍江湖就難上加難 所以在大人和夢瑤暢談之時 浪大俠已經搶先趕去尊順門 所以你是以師太之命引我來這裡 你師父真的沒有收錯這個徒弟 夢瑤只不過是迫不得已 還望大人輸罪 不要緊, 浪番雲找到福如劍 我就找浪番雲 因為你根本就改變不了甚麼 皇上口如, 有請盧交幫幫助浪番雲進宮面城 皇上想見我 皇上無緣無故, 為甚麼要見我 浪大俠和燕王的人上見大會 江湖上無人不知 聽說還召集了江湖八派 皇上也想知道 到底陸交幫和王爺搞了甚麼盛事 請浪大俠跟隨卑職入宮 跟皇上說清楚 好, 我跟你去 皇上 鳳大哥, 你看後面 我真的服了你們 偷劍賊, 你想怎麼樣 既然你們執意送死, 我不妨礙你們 不過我真是佩服你們的死前功夫 總之死我也要拿一把灰熱劍 沒錯, 公平競爭 誰沒有功高的, 把劍就歸誰 好, 公平競爭 是誰 鞠軍掌門, 摩斯公龐斌來了 赤尊信, 別來無恙吧 要不是見到你, 應該會有多好 我對隱江湖二十年 你不單建立了自己的門派 還成為武林喬楚 紅霸一方, 真是可喜可可 龐斌, 你不用拿尊信門來威脅我 我赤尊信一生追求指下兩件事 一是武功, 二是名劍 其他所有的事都是身外之物 對我一點都不重要 如果我指的是你的命呢 不org了 有自忍會示範 尺尊術, 伏羽劍究竟在哪兒 你又上 啟稟宗主, 我們把每一塊地方 仔細搜查過 但始終找不到福羽劍 啟稟宗主, 我們找不到福羽劍 我們也找不到 夠了 將尊門所有的人 和他統統殺殺, 一公不留 是 大小姐, 起床吧, 大小姐 芳妮走了 他們什麼時候走的 為什麼我問你才對 昨天涼得我睡, 你看著他們 人家剛睡著了 那你睡前叫醒我 可不然我不叫你不醒嗎 最壞都是你 別管了, 跟我說什麼語人為善 跟人分享一些快樂的事 令我放鬆了警惕 對了…你大小姐說什麼都說 快追他們 快追他們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會不會偷劍拆做的? 如果風大哥這麼厲害 之前就想被赤尊信搶一把劍去吧 這個人, 武功一定很高強 既然福羽劍也被人搶走了 我們不如走吧 一出來了, 先找找吧 不用找了, 我們已經找過了 為什麼我們要聽你說 之前還騙我們不夠嗎? 風大哥不叫醒我們 也是不想我們來送死的 你看到嗎? 你明白就好 現在我和你都失敗了 找不到福羽劍 黃伯, 對不起, 幫不了你 算了, 大家都不想 現在福羽劍也不知道去哪裡 一定找不到 說到底, 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算我欠你一個人情 他有機會, 我一定幫你找到白劍 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大小姐, 風大哥也是一番好意 雖然結果有點令人失望 不過大家盡了力 所謂謀事在人, 盛事在天 說得好 別再說把劍了 風大哥, 我們還要去拜見你師父 你們多死情 你不是又打算跟著我們嗎 我之前沒辦法才這麼做 現在福羽劍下落不明 你也很難回應王府 這裡有小銀兩, 你拿去做生意吧 不行, 我不能要 不如找回心意, 收了它吧 不, 我真的不能要 那我堂堂虛大小姐在這裡 你們還擔心什麼 那些銀兩, 拿回去吧 看不怕也不會流到街頭 雖然這次找不到福羽劍 但也不枉此行 至少證明了風行列 入王府偷劍是事實 有時候我們据過 你不再說他 你不再說他 我會想知道 他會想吃到 好都不想吃 我可以吃到 我們要吃到 還有一杯 你不再說 我會想吃到 那邊 你不再說 那邊 你不再說 良好,他已經在那裡了 퍼比他們哭 不能說虧 不能說虧,你也只能擔心 很漂亮,你不擔心 我現在就駕駛了 如果你走得累,上馬坐 這裡的環境不錯 大小姐, 好像有個人了 過去看看 赤磚筍? 大小姐, 就是去搶走一把福御劍了 他就是搶劍拆? 怎麼傷成這樣? 別說了, 先扶他去 他手跟腳跟都斷了 氣色還很弱 慢著, 他畢竟是專順門的門主 算是一代宗師 可以打到他那麼傷, 也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小姐, 你別說了, 快找人救他 你什麼身分? 敢叫我做事? 對不起, 大小姐 小人救人心切, 人命關鍊 但是搶了你的劍, 還救他? 搶劍而已, 罪不至死 不是, 風大哥給了我綜藝單 可以搶一搶 都不可以賺你好心, 還是你傻了? 上次來搶劍的時候 他也拿了很多東西來換 也不算命搶 你全瓶倒進去? 風大哥又沒說吃多少 他又傷成這樣 你們看, 捉傷了他 幹什麼?怎麼不回到他 前輩… 你以為他把劍藏在哪裡? 他隨身包袱又沒有 赤前輩, 你別死定了 死定了, 告訴他誰偷把劍 聽得到嗎? 走, 走 姐姐妹, 先喝水, 來 慢慢來, 慢慢來 你看看他 全身都震騰騰, 有忽冷忽熱 這些就是經脈進斷 內昔敏暖的跡象 這就是什麼? 就是傷得很重 隨時無法過今晚的 真可惜 之前還看他生胸胸英明神武 怎麼會這樣呢? 不, 畢竟是一代中司嘛 他真的看起來很冷 那怎麼樣? 不是, 我出去撿柴山火給他 你幫我看著他 参見許將軍 鑼兄 許將軍 歡迎鋒大鴻 許將軍果然名不虛傳 手下將士個個雄之英凡 他是我一大年的胡國動人 鑼兄見笑了 說起寶家胡國 你那些猴氣之輩 又怎麼入郎兄當年 把蒙古達子說出 中土那種英雄氣概 其實許將軍當年徵戰 才稱得上大英雄 郎某只是山野之人, 閒雲野學 郎大俠和許將軍 都是本朝會的開國功臣 在皇上的心目中 都是一敦一的英雄 所以皇上派出錦衣為中土拿捷我 怕我違抗聖子, 不肯入宮 郎大俠嚴重了 路上寧某若然有甚麼得罪 望郎大俠見良 皇上對郎兄的確是用心良苦 希望郎兄放下成見 待會兒如花園好跟皇上談 參見皇上, 郎花園大盜 郎花園, 見到皇上 為何還不下跪 平身 謝皇上 皇上帝然照見, 未知所為何事 朕以郎大俠適於未知 不見多年思念悟人 道不同不相為悟 這些道理連三歲小孩都明白 從現世間無恥無兵器 一發照覆雨驚天地 情和意不忍舍棄 浮雲公佈與洶湧變幻氣 從事渴望逍遙遭我路 拋去氣勢的見途 要逐我夢境 靈天真意暴 代價太高 風聽我呼召 雲亦替我互發通眾出潮 用傷心極退開笑 偉大熊途萬一